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 有一件事情让法国人感到不太开心 什么事情呢 就是在英文的世界 冲斥着英文的名字废话 或者我应该讲说 在全世界的各个语言里面 都塞了不少英文字 我们的也一样 我们昨天很high high这个字就英文字 不是吗 对不对 H-I-G-H 虽然说我常强调 他应该是用药之后才会感到high 要是你很开心的话 我们比较少用high这个字 所以在我们的语言里 中文里面也一大堆英文字 有的人会不喜欢 我知道有的 就有时候我们会说 你干嘛绕英文对不对 可是也有人会反驳说 英文就世界语言 我跟你讲话的时候 穿插几个英文字 是会死 不会你去学一学 因为你才可以跟我一样 跟国际接轨有没有之类的 所以这个我在台湾都有遇过 这样子不同的人 对于这个中英夹杂 持有不同的看法 那你有没有想过 像法国这个国家 那他们讲法文 而法文里有没有可能也是插了一堆英文 就像我们中文插了一堆英文一样 而也会不会有法国人觉得 对这件事情不太爽 就我们为什么不全部用法文 我们插英文字在里面干什么 可能你会觉得 法文英文两个都是欧洲语言 那有什么差 对不对 你在法文中插几个英文字 或者德文中插几个英文字 插几个法文字 那你们都是欧洲人 不是很应该吗 那殊不知不是的 法国人觉得不开心 他们不喜欢 有些人不喜欢在他们的语言里面 插了很多英文字 尤其是 现在这里在说的就是 一些gaming的tech jargon 游戏产业的 的这些科技方面的jargon 所以jargon这个字就是 第一个看到的jargon 就是那种专有名词 OK好 吊书带的专有名词 就是外行人不会懂的专有名词 OK好 所以法国就 你一定要来禁止这些词 so France bans English gaming tech jargon in push to do something 为了推动做什么事情 来做什么事 为了推动来保有他们语言的 干净度 的纯净度 so in push to preserve language purity purity pure这个字 pure这个字你大概比较熟 所以它的名词 purity 为了保持语言的纯度 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讨厌烙英文的人 似乎就没有那么令人觉得太死板了 因为你看世界各地也有这样 法国人也有 对不对 no English words right 用法文字 所以如果我们台湾人说 不要跟我讲英文 要讲全部都讲中文 实际上我记得像王力宏之类的 就那种美国回来台湾发展那些人 他们反而好像很努力的躲开 用任何的英文字 在他们的沟通中 因为或许这就是 可能让人家觉得感官不好 OK 所以他们反而会躲开 而英文没有很好的人 反而很喜欢绕英文 这是我觉得 我对我们台湾一些同胞的看法 好来我们往下看好了 讲了半天还是有在看 看文标题而已这样 所以这篇文章短短 so French officials on Monday continued their centuries-long battle to preserve the purity of the language overhauling the rules on using English video game jargon 光是这第一段就蛮不错的 所以法国一些官员 礼拜一的时候 持续他们好几世纪长的战争抗争 century's long battle 什么battle呢 保持法语的纯净度 to preserve the purity of the language 所以他们就试着来大修一下 后面这些规则 所以overhaul这个字 就是翻修 想象一下把整个机器拆开之后检查 然后好好地修它一次 翻修 所以也不是说坏了 翻修的概念 我觉得并不是说坏了 而是总之拆开之后 有哪些地方不太好了 我们就把它取代掉或这些的 所以这个叫做overhaul 所以就是一个这种大整理的概念 这样子 好 所以他们为了要来preserve 他们的语言的纯净度 他们就overhaul了这些规则 什么规则呢 使用一些英文的 video game jargon的这些规则 来 那有一些expression是很好翻的 while some 所以while就虽然 或者是同一时间 some expressions find obvious translations 所以有一些的表达是很容易找得到的 事实上我看不懂这边的法文 对不起 所以好比说像progamer 他这边特别讲了一个 所以职业的电竞选手progamer 就变成了后面这一个 我不要丢脸 我根本念不出来 我不想假掰说我会念念看 never mind 所以这后面就是他的翻译的版本 如果你是用听的的话 或许你可以现在看一下阴幕 OK 而其他人只会觉得 比较觉得strained strained这个词其实就是 感觉到有点小压力这样子 就是翻的会让他觉得比较硬一点点 OK 所以这个programmer变成后面这个 看起来还不错 因为一样单纯一个字或两个字这样子 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streamer的时候 streamer就直播主 直播主就变成了 我还是念不出来 但总之这里变成四个字了 所以这会就让人家感觉 这样压力颇大的 为什么不用streamer就好了 一个字搞定了这样子 好 所以这边有一个文化的文化部 Cultural Ministry Cultural Ministry which is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告诉这个AFP的发行社 The video game sector was rife with anglicism that could act as a barrier to understanding for non-gamers 好可以这一段 他认为这个video game这个产业 产业这个词叫sector 认识一下 industry也可以 OK 所以不要想说industry只有工业 也有产业的意思 所以他们这个产业 他们这个sector 他们这个industry 充满着 所以后面这个字 was rife with 所以be rife with be loaded with OK be filled with be fall off 这样子 好 几个都不同的 anglicism就是你知道 英语系的 英语英文主义这样子 所以像法国人他们说 哦 他是个讲英文的 他是一个Anglo Anglo这个字就是 然后英国的这样子 打出来一下 Anglo OK 好 然后后面刚刚这个 be rife with 充满着 All right 所以video game的industry 充满着anglicism 他们不高兴 而这个反而是可以 会阻碍他们去理解 原本美丽的法语 所以could act as a barrier to understanding to understanding OK for一些non-gamer 要是你是不打游戏的话 不懂 OK 好 所以法国事实上会 持续的会发表一些警告 而警告这个词 如果说你真的是 很严厉的警告的话 前面那个词会是什么呢 难道是strict warning吗 stern warning吗 不太是 我们最常看到就是dire warning 所以这个片语是很常见的 所以法国会很持续的 issue这些dire warning of what of他们这个语言的这种被污蔑 被贬低 so warning of the debasement of its language of the french language OK 好 被谁贬低啊 所以从这个地方来 然后贬低他们的法文 so warning so issue dire warnings of the debasement of its language from across the channel or more recently the atlantic from the atlantic 所以从channel来的 的这些影响 以及从大西洋这边 来的这些影响 影响法文 然后他们就会持续的警告说 不要让这件事发生 大家懂意思 不要让他们去贬低我们的语言 大概是这样 所以什么叫from across the channel 就是那个英国 channel 印记地海峡 所以印记地海峡那边过来的这些影响力 所以就直接让讲法文的人 直接吸收进去 programmer streamer这样子 可是会有人觉得不喜欢 OK 而最近的不是只有从英国来的 不是喜欢从channel来的 这样子 印记地海峡 而从哪里来 从大西洋这边来 所以就讲美国 OK so more recently the atlantic 可以了 alright 所以下面讲了一大堆例子 那这些例子 这个法文字还真多 我就算了 放弃 哈哈哈哈 干 好 最后看一下这边 所以礼拜一的这个改变 所以也就是说 事实上是 五月 六月初的第一个礼拜 So Monday Monday's changes were issued in the official journal making them binding on government workers 所以他们发出了这一个警告 发出了这一个声明 就是我们要禁英文字哦 这些声明 那这些改变 Today's changes were issued in the official form 也就是说这些改变 是真的用公文发起来的 所以没有什么立法院删堵这回事 他们就 公交机关就决定了 所以这个东西 was released in the official journal making them binding on government workers 所以使得啊 这些履历们 都变得对于 社 就是对于政府的工作人员来说 这些东西通通是有法律效益的 所以你就不要犯 你把 像例如说你把eSports变成了法文版本的话 那对不起 你就犯了错 说不定你以后就没有 这个意思可以做了这样子 OK 好 所以 buying这个字 看一下下 大概我你刚看过的 反正就是很严正的警告这样子 debates变低 所以他认为 他们如果不插手关的话 法国的语言 法文 一直被英文给debates 这样 好可以 有个watchdog怎么没出现 好可以 所以有一个这个 超过了好几世纪的这个 语言的这个watchdog 那他的名字叫这样子 我一样我念不出来 那watchdog怎么翻译啊 他不是看门口吗 他讲的是政府跟人都可能可以当作一些机构的看门口 要是你觉得这个机构有点点 有点怪怪的 怎么查账这个很钱 账目很不清楚之类的 你都可以去调出来 因为这些算是公共的 能够接受公平的东西其实 所以这里读一下watchdog是什么 a person or organization that works to stop people from doing illegal things in a particular area of business or society 说的还蛮不错的 所以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 然后来盯着另外一个组织 你不要给我虎稿瞎稿 你只要互稿瞎稿的话 我一定会来处理你的这样子 好 所以这边讲的就是一个 centrists of language watchdog 所以就警告了 以后我们不要再这样子用了 好 All right cool 还有什么我想讲的吗 好像差不多了其实 哦binding刚一直没说啦 好 yes OK 所以就刚刚这句说的binding 也就是他们是有约束力的 所以强调一下 if somebody is binding 或者你直接说 这是一个binding contract so it is any agreement that is legally enforceable 所以要是他在法律上是能够强制执行的话 那么这个contract就是binding的 所以有binding contract 也有legally binding if something is legally binding 就是这个东西是在法律上是一定得做下去的 legally binding OK 好所以bind这个字应该没问题啦 那讲到这些大概够了 我后面也没有什么其他想再补充的东西 总之法国人很可怜 像我们一样被整个欧洲文化侵蚀 所以我们的语言中有很多的法文字 英文字这些的 我们好像很少去反省这件事情 我们也不会觉得有必要说 我就从此只讲中文 只讲英文 我总之就只讲一个语言 然后希望大家绕着我来尊重我 来尊重我讲的一个语言 我觉得我早就不是这样子想的其实 所以I don't know I think it's all okay OK 我们不要再拉扯扯讲一堆其他东西了 我是Paul 我们今天这边就短短的 我们下次见